因為我覺得你哪一年的那個 願望是有達成的 還是每一年呢 都是寫下那個願望之後啊 就隨緣 像我的話來講 我從三年前就說要減肥 好像他現在還是那麼笨 你會有這樣的問題嗎 OK 我們還是比較偏 剛剛講到什麼啊 我們剛剛不是在談說那個 你說每一年的那個新年齊齊嗎 雖然就是農曆年還沒有到 可是實際上就是我們 過歐美聖誕節之後 也會開始談什麼 新一年的那個 resolution 因為我覺得你哪一年的那個 願望是有達成的 還是每一年呢 都是寫下那個願望之後啊 就隨緣 然後新的一年呢 就有些願望啊 就會一直放下去 像我的話來講 我從三年前就說要減肥 好像他現在還是那麼笨 你會有這樣的問題嗎 不會 不會 所以你每一年的願望都是達成的 很 很難 就是一個目標在那邊 對啊 就會前進你的 但是 要達成有一些挑戰 那有一些的狀態的話來講 那有一些的狀態的話來講 你會覺得說 甚至說在前進上面啊 都會覺得說好像 這個目標剛定下去 可能一月或二月過後啊 就卡住了 它其實就是一個可以好良的一個標準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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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細心 我等一下電話幫我慢慢調整音樂 對啊 所以我想說會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會 一定會 對 所以就是一個很酷的一件事情 所以會有這樣的感覺嗎 那這種resolution 或是我們說 新年期新往 新年期什麼目標啊 你覺得你在訂立的時候 是有什麼樣的感覺 你就在設定目標的時候 對啊 就期待 可以讓自己更好 會有一些契機嗎 改變啊 不一樣啊 突破也有重點 對 所以我們今天呢 過年這段時間啊 我們看一下這張牌 桌面上的五張牌 A B C D E 這五張牌 這我幫大家選出來的牌 那我們要看什麼事情呢 比如說新的一年啊 怎麼樣去發展出 或掌握出這個環境中 給我的這個契機 我們選定一個方向 選定一個類別 選定一些 對的一些關鍵字 你是不是在運勢 在操作上 那這些事情 如果剛好跟你心中有想的狀態的話 那是不是你的完成度 跟務實的程度 就會比較高呢 它實現的機率也會比較高 我們來看一下喔 心裡面想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接下來啊 新的這個一年啊 我們往哪個方向去前進 可以掌握出環境給我的奇蹟 讓我變得更好 那我們看一下喔 盤面上 A B C D E 五張牌 想著這個問題 新的一年 2024年 或者說我們說假成年 龍年 看你習慣的地方沒有關係 因為現在起的是一個掛 往哪個方向去呢 比較容易掌握住你想要的奇蹟 會讓你變得更好 來 我們先把那個畫面好自己按讚 給你選好之後 我們再繼續 好 如果選到A的朋友啊 今年的話來講 是走天亮的一個部分 你要去考量它什麼東西 你在這個工作上面 你的位階跟你掌握的資源 其實到了差不多 你是可以去掌握 或者是說呢 分享你的資源 訓練心境的人員 或者接受這樣子照顧的人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啊 它對於你整個身體的養生啊 或是說提醒你步調 有時候要放的比較和緩一點點啊 照顧別人的狀態之上呢 有時候也需要一些 呃 比較有技巧 不要那麼樣子的 囉嗦 那還有另外一件什麼事情呢 它同時提醒你的事情啊 是告訴你說 可能這個環境裡面呢 比較資深 比你更資深的人呢 可以是你的一種主力 它同時也提醒你呢 如果你想要靜修 想要學習事情的話來講 它跟一些傳統的記憶啊 跟經驗傳承有相關的事情啊 又或者是說跟一些 呃 養生類的東西啊 養生類的東西可能跟什麼瑜伽啊 阿玉廢陀啊 或者說金油啊 花金啊 或者說紫薇董 這種命理的東西啊 都是相關聯的 是你可以考慮的事情 好 如果是選到B這張牌的人呢 連真齁 連真這件事情 到底是什麼東西 其實你的形象的建立 非常的重要 有時候我們的 建立形象的時候 難免會 比如說過度愛惜自己的羽毛啊 辯論說什麼事情都很不敢 或者說不敢表達這些意見 那其實你只要思考一件事情 畫面上是讓你看到了一個牢籠 這個牢籠啊 其實不要覺得是牢籠 它其實提醒你什麼 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框架 你照照的框架 在這個框架範圍裡面呢 其實你是不會冒犯到別人的 那如果要突破這個框架呢 你就要去注意啊 自己啊 是不是有這個承擔 這樣的風險的能力 如果啊 你想要去學習一些什麼樣的東西的話 來講 比如說好好的裝點自己 又或者說你想去接觸一些 跟身心靈有相關的事情 這其實也都是你可以去參考的事情 還有什麼樣的事情呢 比如說怎麼樣去拓展自己 或者說發揚自己 比如說這是一個自媒體的時代 你怎麼讓別人看到你 或者說怎麼樣把你的影響力 輻射放射出去 進而取得你啊 這也是一個你可以學習 或是說掌握的一個奇蹟 那同時要注意掌握好你的人際關係 再往下呢 如果你選到C這張牌的朋友啊 他告訴你什麼事情 新的這一年啊 凡是務實 錢要放在刀口上 可是務實跟放在刀口上 很多人就誤會這樣的意思 把它往另色小氣 這方面走 其實不是 他也不是將你一毛不拔 只希望呢 你聰明的消費把錢花在對的地方 比如說你有一個經歷過的考試 那你就好好去考他 那如果你行有餘力的話 那就是譬如說增加啊 花錢的這個部分啊 讓你考試備考啊 準備更順利其實也不是不可以 那如果在契機上 在工作上面 要學習什麼東西呢 其實建議你以專業為本 比如說你這個領域裡面 更深層的技術 是你可以往下去扎跟去學習的 他其實對於你未來的整體運氣上面 會很棒 然後再來你要去注意一些事情 就是說凡事啊 要注意一步一腳印的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自然的話 你就會容易取得你要的成果 同時呢 注意喔 耳朵要打開 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採納 可是你至少要放在一個中性的心態 去篩選 去聆聽別人給你的建議 那有時候是中間啊 周圍環境的變化 也就是這樣提醒到你的喔 要注意這件事情 那如果說你選的是 第一這張牌 天際線這條線 這一張牌的話 它提醒你的什麼事情 你心的一年啊 凡事齁 要注意啊 邏輯啊 規則啊 還有啊 你做的事情啊 你要兼顧你的部分啊 因為你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可是有時候汪汪做事 有時候有可能 就是說比較堅持在自己的世界 因為而且不善於跟人家打交道的狀態 你可能很想要去跟人家產生這樣連結 可是呢 你心裡面會有很多的想法 拒絕你自己走出 阻礙啦 不能說拒絕 或者說延緩你走出來活掉 也延緩別人進入你的內心的狀態 所以呢 如果你凡事講究邏輯跟條例的話 來講 又能夠檢控這件事情 你心裡面的運勢也會很不錯 同時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你想要去學習一些 什麼樣的東西的話來講 比如說這些跟養生有關的東西 也是你可以去參考的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 如果你這樣想法 你好好想要去做好自己的健康管理的話來講 去尋求西醫數據化的這樣子的東西 去掌握自己的身體的素質 也是一個很好的機遇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東西呢 這其實呢也是 因為這個不是因為我講 前面今天兩講 後面連整個講到天積的時候 都提到跟這些東西 有關的身心靈的 宗教類的 或者說命靈學有關的事情 而是確實在現階段的社會上面 大家都是那麼的煩惱 然後忙碌的這個狀態之下 或者說有時候呢 世界變得太快 你不知道怎麼慢下 或不知道怎麼適應 身心靈確實是接下來的一個先學 可以建議你參考學習 那最後呢 如果你翻到第一張牌的話 來講可以這樣行 你要去注意啊 在新的這一年上面 你有沒有什麼規則跟規範類的事情 會需要去突破 或者說呢 在蓋帳啊 在簽帳啊 簽名啊 用意的上面要特別的小心 然後不要忽略了一些事情 再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是掌握新的奇蹟的話 還想獲什麼樣子的一些 然後學習的機會 其實你很擅長需要去學習就是說 關於人際關係 特別是既定人際關係的掌握 或是人脈的拓展 這相關的技術 其實對於你 是很有幫助 然後很有發展的一件事情 這其實是可以去參考 學習的這樣的一個項目 在這個人際關係之間裡面去掌握 再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你本身 就有自己很獨到的一個品味 比如說 你知道什麼樣子的口味的蛋糕 跟什麼樣子 你要搭配起來 特別好 那可是別人不知道這件事情 或者說 你有自己的一些口袋名單 獨特的品味 可以跟別人分享的話來講 其實在新的這一年的話來講 你也適合去做拓展跟發展這樣的事情 來 這個東西呢 是提供給大家新一年的 去掌握新的機遇 那這個東西 如果跟你腦中你想要做的事情 是有重力的話來講 其實你可以參考 如果任何問題的話 你放心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給大家 或是讓我們知道 他們看到的話就回覆 謝謝大家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順順利利 新的一年定下來願望都會成真